我不建议外地的朋友来上海买二手车 我是一名上海车商 但是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 我不建议外地的朋友来上海买二手车 因为上海二手车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便宜 便宜的永远在网上和片子那边 今天带你们看看上海二手车市场一个行情价是什么样子的 走 07 08年的马六上海这边卖一万大两万左右 你们老家也就卖两万出头 来回上海的路费邮费 基本上跟老家家里相差不大 像这种老宝马武器 上海这边正常行情价08年的也就卖四万左右 你们老家估计也就五万五不得掉了 你算算路费再算算油费 划算吗 这种小波罗也就几千万元代步小车 你们老家车况不会比到差到哪里去 代代步完全OK 没有问题的 上海的车况不会好的天上去 我个人认为上海的二手车跟你们当地的一个区别是 你可以找一个借口来上海玩一玩 顺便买一台二手车 至于车况 所以价格优势 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 所以说你们如果说有想买二手车的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关注我 我可以在直播间陪你们聊一聊 谢谢